好 夫妻級的啦 這個真的有夠難的 我怎麼想到髒話啊 怎麼樣 大家好 你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YOLO 黃旋 AKA 東南的距離強森 台灣史達成 YOLOBIN TAUBOYING 摩登達成 你會是一世紀一世代風雨的男人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這個小編舊艾文 東南的距離強森就是因為我之前 在 Instagram 的時候就是有一些自拍 然後就被網友覺得很像那個距離強森 然後呢 我自己呢 就會一直在很多張照片 tag他 他從來沒有回過 所以我就自封這個 東南的距離強森 就是這麼的單純 我從高中那時候開始 就用畫名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還有經紀公司 有所限制 所以我就想說用其他名字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不想用 大家知道作者這件事情是誰 這樣的資訊 去影響到他感受這個作品的體驗 取名字也是很單純 就是我電動裡面玩具的名字 對 或者是我自己編織的一個 有人設很鮮明的一個名字 非智和武次郎 羅斯韋恩 Yellow Freak 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帳 有機的狀態就是在創作的時候呢 盡量讓音樂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自由生長 不要被自己的期待給綁架 我盡量還是 我在我的作品當中就是 自我實踐這個是第一個優先的 其他的都是bonus 我對我來說各種聽眾 各種觀眾他們的反饋 都會讓這個作品的生命更完整 跟作者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我自己的世界觀就是一切都是未知 就是因為未知 你才有動力想要去探索 不然你活著要幹嘛 你不要太了解自己 你盡量在一個找自己的狀態下面 你才會進步嘛 你才會去想要找到答案 但是永遠都不要想有找到答案的那一天 我覺得我的世界觀就是像實驗室一樣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說不定我們現在一二三四五 搞不好 當然有一個人突然 哇 時空挪移到什麼地方去 有不一定 金曲三十之後 的確有很多人因為這個金曲獎 就更多人認識我的作品 但其實我覺得我做的事情還是一樣的 當然還有一些很多的作品是 譬如說幫別人製作的 一些比較面向大眾的一些作品 可是我也不覺得那個東西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有所追求 那個還是有很多的挑戰 做音樂永遠沒有簡單的啦 就是因為它永遠都是 對我來說這是很難的 所以這件禁材很有趣 不過因為它很簡單 所以我才覺得要做 這樣變成像工作啦 不能把你的快樂建立在這件事情 容不容易 最近也是一直很常講這句話 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以前的人都做過一百遍 一千遍一萬遍 沒有什麼事情是原創 但是如果你可以為未來 或是為現在 會留下一點點稍微不一樣的選擇 你為什麼不去努力呢 我大學是唸得意義戲劇 我一直對表演非常有企圖心 然後我中間也拍了幾部 小小的單元劇 然後 所以如果有導演 正在看的話 麻煩好不好 我立選的時候可以找我 對講到這件事情 可能 快了 come in soon 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期待 我沒有什麼太多的預設 或最想挑戰的類型 因為我怕我這樣一講 然後反而那個類型的人就不來找我 你知道嗎 有時候反而就會這樣子 所以先不說 服飾集其實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這張專輯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概念 其實是沒有一種東西 服飾這兩個字 代表我的第一張EP跟第二張EP 集代表我的第三張EP 叫做深度死亡體驗 因為我專輯的最後首歌 飢餓時代最後一句歌詞 tease me feed me kill me tease me 大家想成中文一個象徵字的話 就是腐爛的腐 feed me 就是為我吞噬的事 kill me 就是擊殺的己 所以腐是己 所以叫腐是己 但是呢 我還是必須得說 這張專輯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張傳票 它沒有要你了解太多的前因後果 它只是給你一個傳票 給你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充分體驗 你可以在作品當中 找到自己的投射 我覺得那是一種緣分 你在這個作品當中感受到的 比我想告訴你的還要更重要 我只是透過我自己的生活經驗 跟我自己的想像 建構出一個 透過聽感刺激 編織了成的架空世界 讓你可以在裡面去投入你的 各種想像跟反饋 都會讓這個作品變得更完整 更多彩 所以這個旅程 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Soul Music is the journey of the soul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聽這張專輯之前 它對你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去 體驗一下 Don't hate the player hate the game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 跟饑餓時代也有點呼應 Just another game Do I have a better chance 一名驚人 以自己的名字為字首 做出三句長頭詩 每一句字數不虛相同 但必須是有連貫性的句子 黃 黃到即日 宣 宣傳我的好作品給你的朋友們 這個怎麼樣 好 福士集的啦 好 我想想看 這個真的有夠難的 我怎麼想到髒話啊 好 你幫我逼掉好了 好 在這個浮華 世界裡 XX很多 但是還是要保存心情愉悅 意向上 還是有個 勉勵的意味啊 OK 我的福士集呢 現在已經全面在各大商品行上架了 然後包括我的新的MV 吉爾時代 然後還有後現代獨白 在YouTube可以看到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的話 請follow我的 Instagram 然後Facebook的粉絲專頁 接下來會有活動 也會在上面做宣傳 再請各位朋友們 多多支持 同手無欺 大膽戀才 謝謝大家 掰掰